欢迎来到杉杉布莱池 照顾全家热线 我是皮肤科 蔡易山医师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的问题 首先第一位网友 手工皂搅到手 美丁美当这位网友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疑惑 就是到底五检皂 手工皂 还有一般肥皂差别在哪里 想请蔡医师帮我解惑一下 其实不管是手工皂或是一般皂 基本上他们在制造过程当中 都必须要加进去一些强检 所以最终的产品 它还是偏向碱性的一个清洁产品 而18的这款铁肤皂 其实它在制造过程当中 不会用到强检 而是使用风蜡还有橘绿纤维 把它固化形成的 所以它的最终的PH值是5.5 最接近我们皮肤表面的 这层重要的皮脂膜 所以可以使皮脂膜的膨胀功能 在最佳的状态 而发挥它保护的功能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这三种到他们分别 呈现的酸碱值是多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出 PP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